今天不剪辑吃三只甲鱼 这满满一大盘的甲鱼看了就过瘾了 开炫 第一只甲鱼你们先来 哇 嗯 哇 白糖 我先吃一下这个裙鞭 嗯 炭炭微微的大裙鞭 哇 嗯 再吃一下甲鱼的腿 哇 肚子的裙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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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胖面 肉非常嫩 这个现在现做的甲鱼就是好吃 兄弟们 麻辣十足真的够劲 很爽很烫 先把肚子削下来 先吃裙饼 有腊有胃 这个裙便太爽了 哎就这一口谁吃谁不迷糊 嗯 哇 过瘾 哇 麻辣鲜香 腿上面的裙边很好吃 这个来点八鲜鱼都能绝了 真的 哇 这个腿这么大 鲜鱼腿 很嫩啊 这个 哇 这就是 西藍鲜鱼腿 西藍鱼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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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就这味太多 哇看这个辣药哎 真的是麻辣过瘾 最后一次来兄弟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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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下去真的麻辣现象超级过瘾 最过瘾的就是这个大裙片 哇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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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瘾啊兄弟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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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麻辣过瘾 这个刺身帮我退掉吧 这种是严重不新鲜吃了会坏肚子的懂不懂 这个海胆严重严重的不新鲜 而且质量相当相当差 我能不能把这一餐给退了我不吃了可以吗 我没办法再吃了我已经我都我都疯了我都 哈喽朋友们大胖一个让自助餐老板瑟瑟发的难救我啊 兄弟们听说顺德终于开了一家拿得出手的自助餐了哈 五百多一味听说鲜活的松烟蟹还有小青龙都不限量哈 走跟着大胖一起露可露可去啊 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这啊啊 啊兄弟们到了哈这么大个螃蟹 呵呵走 吃日料自助呢无非就是三点 第一食材要够新鲜 这是排在第一的第二就是出品 出品什么意思呢就是摆盘啊 还有一些就是花样啊 第三才是味道 哎 电单 没有没买当场买 我买那个最贵的那个就是那个活松烟蟹啊 什么活海胆还有小金龙 都不限量的那个 五八八那个是吧 对五八八那个 今天反正就啥也不说哈 海胆让厨师四色八度 在后面开海胆开到手软 呵呵呵 兄弟们顺德这一家自助餐犯了一个大忌 他没有热汤热饮 兄弟们限量的熬虾上来了哈 就这个出品真的是严重的撑直不起啊 你们能看出来吗 这一只虾肉都已经护掉了 新鲜的虾肉是这样子的 能看出来这一只有什么区别吗 这一只完全都已经快臭了都 还拿出来 如果说这家自助餐限量菜是这个出品的话 说实话还是拿不出手再顺德啊 呵呵呵呵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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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身帮我退掉吧 这刺身 嗯 你跟后厨讲一下这种出品就不要再上来了 这种是严重不新鲜 吃了会坏肚子的懂不懂 啊 太不新鲜了 这肉都已经 啊这退掉退掉退掉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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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跟后厨弄明白 这个东西刺身的东西本来就你们店里面没有热汤 他这个这种品质吃下去真的会是 味噌汤那叫热汤吗 这个味噌汤是调剂汤 那叫热汤吗 先先退了吧 这个不要啊 兄弟们这个海胆上来一大盆哈 29个还差我21个啊 呵呵 兄弟们瓦开这个海胆也让我一言难尽 你知道吧 表面上就看着金黄金黄的一瓦开里面 后面全是黑的 吃进去这个海胆就是一股臭味 特别特别臭的味道 出品真的很差 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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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海胆让你们后厨去尝一下 这个海胆你们进进过来 这海胆真的好扎劲啊 臭的 完了 不好意思 这海胆让你们后厨尝一下 我没有压任何的调料 让它原味尝一下 或者到这边来尝一下也可以 这个海胆严重严重的不新鲜 而且质量相当相当差 这是我刚挖的碗里的一个超臭 你能闻一下 脱掉口罩你可以闻一下这个有多臭 海胆很臭是吧 嗯 你自己闻一下 你闻一下 让它后厨来这边闻吧 我没有增加任何调料 是臭的吧 让它吃一口 让它感受一下这个海胆 好不好 我这边跟它炒一下 嗯 你闻一下我这个 它乎二门的之类都说臭 我这个更臭 巨臭 就是臭海胆呢 哇我感觉我没有任何的食欲了 这样子 上来两个菜 第一个菜是熬下不新鲜 吃生的 第二个也是自食海胆 也是不新鲜 臭的 我一开始只是以为油卡的味道 但是一吃进去 没有办法进嘴呢 海胆入口绝对是冰凉 湿滑鲜甜的 它这个进去就是油卡的味道 然后就是皱的味道 你不可能吞得下去呢 你们这海胆又让我真的很惊讶 你自己闻一下 把那个口罩拿出来闻一下 你就是说 你把它搅成这样子 我们也没有 它海胆是这样子的 你跟我讲什么 我吃素餐吃了四年海胆是这样子的 我知道 就是不新鲜的海胆 它的肉是散的 不 你让后处来闻一下 或者说让任何一个观众来闻一下 这个海胆是新鲜还是不新鲜 是有没有味道 这个海胆是新鲜的 如果不新鲜的海胆 肉是散掉的 它肉为什么是臭的 闻的为什么是臭的 因为它这种就是说 它也会有一些内脏的一些东西嘛 你就海胆的一个海鲜的一个味道 就是说 兄弟们它说海胆的味道 新鲜的是有臭的 是啊 海胆不新鲜的 肉是散的 嗯 那这那这一个呢 这个是散的还是好的 但是我不包括就是不包括 因为货品一批批的问题 不包括个别 不包括个别 我不否认 对 你不是你们上给顾客 你们是开好的状态的 对 不是说它一整个海胆没有经过检测 也没有经过开 没有经过清洗 这个就是已经上给顾客 已经是清洗好的 已经是成品的 不包括个别师傅没有检查好的 可能也会有 那这样子吧 我这一顿饭 我只吃了一个鹅肝 我能不能把这一餐给退了 我不吃了 可以吗 这你不吃了 这我吃两个东西 我都是臭的 我没办法再吃下去的呀 这我没办法再吃了 我已经我都我都疯了 我都 哇 兄弟们他告诉我 这这这这 为什么 不不不去接受一个事实 要去狡辩呢 我天哪 他自己的服务员闻了个摇头 这个绝对是新鲜的 兄弟们我可以保证 这个绝对新鲜的 这个一文一点点欣慰都没有 你知道吧 这个一文一点点欣慰都没有 这个兄弟们 啊 为什么在 当面还要去狡辩这种东西 是吧 出门在外 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哎 你好 不好意思 我刚才去那个 跟领导请示 然后也跟师傅最近做通了 嗯 对 就是说如果说你说我们东西不行 就是说你 东西不新鲜不是不行 一开始的话就是 就是你又把这个又挖出来了 把全部下又拨了 就是也不应该这么浪费 对不对 我没有浪费东西啊 啊 不是我正常吃住餐 我就是把它拨在这里吃呀 不是你们餐厅 你们餐厅做法真的让人很不接受 你们不应该去去跟我一直在盘旋这个问题 我明白 你在怪顾客吗 我不是说怪顾客 然后 我我不是我怎么样子去吃 我知道 这个餐我可以帮你们免了 但是 不是你可以帮我免了 你食材不新鲜 是我选择不吃 你知道吧 是我要求对管 不是你可以帮我免了 没有这道理吗 我明白 嗯 我不是说怪顾客 但是说就是说 这个单我们可以就是说 呃就是帮您退 但是您也在发直播对不对 对我们店来说 我们店在做生意 东西也发出去了 我没有拍到你们任何人 我只拍我自己 我在在真实的探店 你们后期会发什么 是吧 那现在意思是什么样子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能把视频发出去 你们才会把款退给我 是这意思吗 不是我们可以把退的 但是我就是希望大家都是可以是 相互去协商 对不对 是吧 对我我 但是我也是在跟你们去协商 讲道理的 我知道你们是在开直播 对不对 我在录录一些我自己吃饭的素材 对 我知道我明白 这个可以理解 我们没有说办法去避免说你们去 我们没有办法说去阻止你们后期 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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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首先要回到两个问题点 不要去扯这些 对对对 这个海胆是不是臭的 你自己闻 就是说 就是他是 他也不是说那种就是发臭的那种臭 但是他就跟鸡蛋一样臭 但是有一个就是就是海胆的 我们可以请这边任何一个食客过来闻一下 这个新鲜的海胆跟刚才的海胆是有什么区别 那现在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的诉求就是现在就是不吃了就是退款就这样子 可以可以可以 后期你们会不会说剪辑一些断章取义的东西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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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不会断章取义 我们不会有任何断章取义 你会遇到这样子的肉质 你不能说他是新鲜的吧 他已经发生什么颜色了 就已经像像白纸一样就是变成这种颜色了 正常的新鲜的熬虾 它是透明的 你也看了 刚才其他几个 并不是说每个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 小姐姐它是限量菜 你要这么讲 熬虾它是限量菜 你这样的出品是没有人办法理解的 你说有问题可以跟我们协商 然后 然后上来第二个菜就是海胆 海胆也是臭的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对餐 好 我都说了 好行 辛苦你了 有问题 客人肯定会跟我们反馈 对不对 好 只收到你们制作的反馈 那真的我很巧 那我真的太巧了 好吧 那我就测吧 一个200斤的胖子去吃牛肉四处火锅 这牛肉嫩得我姥姥家去了 真的太嫩的好好吃 说人家必须狠狠给老板上一课 哈哈 老板在骂我 哈喽 朋友们大家好 大胖 一个让主餐老板色色发的难救 兄弟们都说杭州是美食的荒漠 就说杭州是美食的沙漠 咱们也得在沙漠里面找到美食去 走 兄弟们今天吃这一家 象山牛牛肉制作火锅 厦门排队王杭州手店 你好 咱们这边潮山牛肉制作火锅多钱一位 午餐是79 晚餐是89 好两个人啊 这边的牛肉都是名档现切的 咱们这肉都是新鲜的吗 我们这个肉都是当天现场送过来的 然后新鲜在这边现切的 这个也可以拿吗 可以啊 这个是一桌有一个 这个二星斤吧 一桌一个对吧 哦 兄弟们吃自助餐就不要客气 齐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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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先简简单的拿来一点点哈 一会儿不够再来啊 呵呵呵 兄弟们哈 这个是到了晚餐 每个人限量一盘的哈 先搂这一盘吧 哦呦 哇塞 这一盘都快有一斤了你知道吧 真的够猛的 我天哪 像这一些不胃肉哈 新鲜的都是不限量的哈 可以直接下 这雪花还是箭子 我也不太懂 呵呵呵 反正看到新鲜肉咱们照就完了 知道吧 哦 上课嘛 是不是兄弟们哈 哇这个肉是真的不错兄弟们 哎 看这个肉我天哪 看一下会不会 立盘不倒啊 兄弟们啊 呵呵呵呵 呵呵呵 来下锅 而且兄弟们哈 吃潮山牛肉火锅是有讲究的 下锅不能超过八九秒钟 就等这种粉嫩粉嫩的兄弟们 裹满大胖的蜜汁蛋料 哎呀这一口粉饰银汁 哇 哇 太嫩了我天哪 哇 这牛肉嫩得我姥姥下去了真的 太嫩了好好吃 嗯 哎呦 就围了我的花生酱 哇 啥也不是说 继续搂 哎呀 哎呀好吃 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吃潮山牛肉之肚火锅了 呵呵 做银银银必须狠狠给老板上一课啊 哈哈哈哈 嗯 一试心先下他个十几二十盘 哎开开胃啊 好爽 说你们像这样的炒山牛肉火锅你们能吃银盘 嗯 嗯 哇 哇 吃都觉得这种大口吃才香 又熟了一盘你们啊 哈哈哈哈 呵呵 来吧 不要停 吃自助就是这样子 千万别给老板客气那吧 对老板客气就是对自己狠心 呵呵呵 这怎么老是说杭州市那个美食荒漠 其实一点也不荒啊 自不常这么多 哦 继续下肉 哎呀 呵呵呵 呵 牛肉自有了兄弟们哈 呵呵呵 哎 这牛肉每一盘都是新鲜的哈 看到没 颠他都不下来哈 第二轮的话就不能吃这个芝麻酱了 就要吃大胖的蜜脂蛋料了哈 哎 沾一点啊 浅沾一点 如果一直吃 吃牛肉自助好 如果说一直去吃芝麻酱 或者说花生酱的话 那会很腻啊 你就吃不下几盘 哎 哎 改战略 换这种蘸料 嗯 像这样的蘸料一吃下去哈 你就跟没吃一样 又重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太爽 啊 老板在骂我 一盘接一盘哈 怪不得打喷嚏 老板在骂我 哈哈哈哈 其实这种不味的也特别好吃 连肉带筋的 别骂我老板哈 哈哈哈哈 嗯 好吃吗 这也太吃辣肉了 嗯 谁吃谁不迷惑 嗯 嗯 继续上肉 哎呦喂 兄弟们来 继续上肉 哎 拿了几个大串啊 哎 这个烤牛肉大串嘎嘎地啊 哎 这个雪花兄弟们 哎 下锅 兄弟们去搞了几个牛肉大串哈 这个串烤的末毛病啊 炫它 看这个串 哇呀谁吃谁不迷糊啊兄弟们啊 嗯 嗯 来吧兄弟们 拿点肉就得下啊 兄弟们我的牛肉熟了哈 直接这么炫吧 哈哈 还烫 好烫 哦 嗯 嗯 嗯 兄弟们我把这餐当健身餐啊 哈哈哈哈 来 哇 看这个肉丸 哈哈哈哈 谁吃谁不迷糊 这个清汤煮出来的必须蘸料啊 哎呀 嗯 嗯 而且油脂感巨香 看这个 一层油一层瘦 哇塞 嗯 这个带肉带银的是鸭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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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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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呵呵 继续下锅 哇 兄弟们肉又熟了 好 来 你们再吃一口吧 呵呵 你们都看饱了吧 应该 太满足了 继续捞几 哇塞 哇 吃牛肉自制火锅 兄弟们哈 我告诉你们一个诀窍 进来以后你们可以先吃点肥瘦相间的 比如雪花那些的哈 到后面你们就吃瘦的 这样你们才能吃多一点 那吧 嗯 新鲜的牛肉哈 它是有肉香味的那吧 其实专属的牛肉香味 哇 兄弟们我也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给老板上一课啊 今天咱也不知道吃到多少 就简简单单就这么一点点的 呵呵呵呵 这一叠应该有个五六十盘吧 兄弟们哈 呵呵呵呵呵 整只帝王蟹就是爽 呵呵呵呵 哈喽朋友大胖大胖 一个让自物餐老板 舍舍放在咱就啊 好多自物餐老板 注意了哈 大胖来了 今天我们去吃一千八一味的海鲜自助 好 快走 等会儿 听说鲜活的帝王蟹不鲜亮 兄弟们哈 今天大胖带来把剪刀 看了看了看了 去去真实一下老板 走 兄弟们到了哈 就这一家任养一头和牛 呵呵 兄弟们看到没 一整框的波龙哈 一大排的海鲜池 帝王蟹随便搂 哎 哎呦哎 哎呦 哇塞 兄弟们哈 先挑一只哈 给他捡个脚 啊 这里哈 最后一根脚哈 一只够吗 不够 再来一只 啊 哎呀 帝王蟹一只差不多五六斤重哈 来再捡个脚哈 哎呀 全部做好气哈 来就你了 哎呦 哇塞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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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咬我屁股 哎呦 不要动啊 来再捡一个哈 三只 先搞三只啊 今天主打壳帝王蟹哈 这个波龙的话 就来一只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总感觉波龙也不太够 再加两只 啊 来吧 壳就完了 哎呦 这个波龙的话 就直接给我清蒸就好了 整只清蒸就好了 哎呦 哎 兄弟们 满满一大车哈 波龙就直接清蒸 整只清蒸就好了 好 行了 好吧 开高 帝王蟹上来了 兄弟们 看一看我帝王蟹的腿 剪掉了在哪里哈 哦 这个 应该是这个 兄弟们 简简单单啊 三只帝王蟹已经上来了 看这一桌哈 我的天呐 开喽 刚才打听了一下 这个是我们国产的A5和牛 开始资料 哇 太爽了 兄弟们 这是一份葱姜炒的哈 整只帝王蟹就是爽 兄弟们找到了哈 这个是确实我剪掉了那个 那个脚哈 以前我听说他们家会有掉包的行为 但是现在好像可能没有了呢 本来还想来抓一抓的抓不到啊 来第一口帝王蟹你们先吃啊 哇 现在用的确实都是鲜虎的帝王蟹 嗯 好香 哦呦呗 太好吃了吧 这个嗯 哇塞 嗯 而且鲜的帝王蟹 一吃就能吃出来 大半 它肉是带一丝一丝的感觉的 嗯 完了 我感觉今天三只打不住 嗯 嗯 太香了 哇 太好吃了 哇 哇 哇 这个别说三只的 十只都能吃完 哇 哇 看这个肉哎 太吃那个了 我闻 太香了 根本停不下来 把帝王蟹的肉掰出来 这里吃哈 嗯 嗯 太爽了 嗯 嗯 你好 这个葱姜炒的再帮我来一只 好 好 兄弟们接下来炫这个避风糖的哈 嗯 看你们 新鲜的肉哈 它就是这样一丝一丝的 嗯 嗯 嗯 哇 不行啊 这避风糖的也好吃啊 嗯 这避风糖的一会儿还得来一只 嗯 嗯 哎你好 这避风糖的也帮我来一只哈 再来一只 对 嗯 兄弟们 帝王蟹不先让你咳尽咳就完了 哈哈 哇 嗯 好吃 这一只地王蟹是清蒸的哈 嗯 清蒸的话就是原汁原味啊 鲜甜 嗯 嗯 嗯 多好吃 兄弟们接下来现波龙啊 老婆 来一只 好 嗯 嗯 风哥 你胖 你来一只大的 OK了 谢谢我胖 好 这一只最大 我来 哈哈哈哈 兄弟们 大波龙啊 哈哈 嗯 哇 这个脑袋上面也很多糕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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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哎 就这样的牛肉 啊 这一盘 直接下锅啊 这一家自物餐呢 其实主要就是做和牛的 做什么和牛呢 他不是做澳洲和牛 也不是做日本和牛 他是做咱们中国培育出来的和牛 这个也是A5级别的国产和牛啊 所以说他这个 我刚才打听了一下 他说这个东西卖到三万块钱一斤 还是吃地王蟹吧 哈哈 小弟们胖三公 这个人护士啊 我点的地王蟹给我抢去了 拿过来 你吃不了 你牙口不好 哎呀 你从小就吃不了地王蟹 你吃地王蟹你咳嗽你 哈哈哈哈 兄弟们我来哈 我吃地王蟹不咳嗽 嗯 哇塞 嗯 哎呦妈呀 兄弟们今天地王蟹自由了哈 哇 葱姜炒的哈 嗯 嗯 地王蟹就得认识你这样子哈 这个肉质就是新鲜的 嗯 嗯 干什么 小弟们 帝王蟹当米饭吃 这个葱姜炒的就香了 你帝王蟹吃爽了